好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二节 招投标管理 招投标管理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 一键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爱考 五年就考过两次 而且是选择题 二键的话会考一些案例题 因为放在一键比较简单 基本上如果考案例题就是送分题 考一些废标 天数15天20天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他就放在法规来考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考点的概览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 施工招标投标管理的要求 管理要求 这个还相对来说比较重要一点 我给他标黄了 然后第二部分施工招标条件与程序 第三部分施工投标条件与程序 招标的条件与程序 以及投标的条件与程序 好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 很多都是我们法规学过的 第一个考点 施工招标投标管理要求 两星考过三次 11年15年17年 这个我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这种小规律就是逢单年逢双年 我们用这种小方法也是 有的时候经常能猜到 我说这个是逢单年的 大家要注意 逢双年要注意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这种逢单年的一个考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招投标的一个要求 招标 我们前面讲了 招标比如说大宗货物永久设备金额较大的 竞争激烈的还记得吗 要招标 但是招标往下分 又分为公开招标以及邀请招标 他们有什么区别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19年的二件考过一道题邀请招标 还挺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待会我们简单提一下 然后招标投标项目的分类 由项目总承包 设计采购总承包 设计施工总承包 采购及施工总承包 以及施工总承包 后面还有英文的这个简写 就大家要了解 待会我们也会想到 像这种 它可以怎么来进行考核 好最后开标与评标管理的要求 简单看一下它的框架 好然后我们来看 第一个招标方式 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依法 必须进行招标项目 应当公开招标 关键词就是国有的 必须要公开招标 这个毫无疑问 为什么 主要就是防止 这个国有资金的流失 就我刚刚讲的国有资金的 你直接都给到你的亲朋好友 七大姑八大姨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限制它 防止这个国有资金的流失 你连有制度都必须能限制 但你更加要设定这个制度 有这种围标 这样的一些现象 对吧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邀请招标 这就是有前例条件了 就是正常来说 国有的是要进行公开招标的 但是有下列情形的 可以邀请招标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第一个技术复杂 有特殊要求的 或者受自然环境限制的 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 可供选择的 这就是19年二建考过的 这个案例题 你看关键词 他说技术复杂 特殊要求 受自然环境限制 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 可供选择的 可以邀请 二件事这样问的 他说我们是国有资金 技术特别复杂 前面铺定了一堆 楼层又高 然后各种管道又复杂 然后问你 我们采用邀请招标 请问你对不对 很多同学就说对的呀 因为我背了呀 国有资金技术复杂的 这个特殊要求的是 可以邀请招标的 但是你注意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 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的 我加一个字 大家就好理解了 加一个 且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的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 因为你技术复杂 不代表人少啊 也许有很多企业 他都能够生产的 那也不代表 你就可以邀请招标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就要注意了 因此二战19年代要听 你不能说他可以 是不可以的 因为没有提到 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 可供选择 所以不能够进行邀请招标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 占项目金额 合同金额的比例过大 钱太多了 就没有必要进行 相应的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找一些特定的企业 让他来投标就可以了 第三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 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 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地方重点项目 不适宜公开招标的 涉及到可能一些机密的 就算一个兜底条款了 不适宜公开的 那经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 或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进行邀请招标 这里边又有一个小 小技巧小坑哦 他说不适宜公开招标 然后我们就邀请 对不对 也是不完整的 第一 不是以第二家 要有政府批准 才可以邀请招标 所以你要很严谨的去打题啊 这是邀请招标 另外呢 我想提醒大家 哎 有一个地方 说只有唯一的 我们说专利 那个是什么 很多同学在这个地方 概念他是不清楚的啊 这是我们法规的内容哦 我们来捋一捋 首先是招还是不招 所以我们说逻辑要清楚啊 一个是招 一个是不招 对不对 招里边分为公开的和邀请的 就是你请一些特定的企业 让他来投标 然后不招 我们说又分为直接采购和询价 你看逻辑一定要清楚 所以非常容易搞错的是谁 是这个邀请和这个直接 那你觉得哪个要求更高啊 那显然是不招标里边的直接要求更高吗 你只有一家 唯一的一家专利 你就在他们家买就可以了 但是少量的呢 技术又复杂的呢 邀请就好了 所以概念一定要搞清 你要看他说的是少量的 还是说只有唯一的 一个是招 一个是不招 招里边又分为公开的和邀请的 干净清楚啊 实际上是我们法规的一个内容 给大家复习一下 跟我们前一节课正好结合起来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空号大一 公开招标的一些要求 第三句话 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 载明投标的有效期 投标有效期 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算起 这都是我们法规的内容 常识 很好理解 再来下面资格预审第六 资格预审 这个我们一件考过一次 按理题 话三 资格预审内容 包括基本资格审查和专业资格审查 两个 第一个 基本的资格审查 主要就是查这个资质 以前我们叫一二三级 现在叫假乙级 对吧 你要查这个资格 他有没有达标 你乙级就不能来投这个假级的 这是基本的资格审查 相当于我们考一二件 也要有 现在有考前审查 有考核审查 他审查什么 审查你的年限啊 专业啊 这个相应的一些要求 好 所以你的基本的资格是否达标 然后第二 专业资格审查 其中专业资格审查 是资格审查的重点 就问你专业资格审查 审哪些 在第二章里边 需要提醒大家 看到这种小四点 小五点 小六点 你都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 因为他特别好出题 好判卷 好给分 我们一个案例题 一般来说是五分左右 五分左右 高的话有六分的 所以你看那种小五 小五个词啊 正好五分 小四个词啊 四分啊 六句话呀 六分 看到这种的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就要就要去背一背 因为他很好编题 你像这道题 他就问你 请问他说 我们专业资格审查那种 有哪些 这不是刚好四个吗 踩到就可以了 第一 施工经历 你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经验 经历 比如说你说鸟巢 我们参与了 这是很好的一个背书了 对吧 你相应的这个施工经历 第二 人员状况 包括承担本项目 所配备的管理人员 比如说项目经理是谁 项目总工 和主要人员的名单和简历 就是他的履历是否漂亮 施工经验是否丰富 第三 施工方案 这是我们的核心了 你的施工方案 也决定了你的报价 有没有对这个业主 有没有吸引力 包括履行合同任务 而配备的施工装备等 你说我们有大型的 这个五百吨的 一千吨的起重机 这都是你们的硬通货 这些施工方案 包括你的设备配备 第四 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主要就是 包括申请人的资产负债表 以及现金流量表 就是你们公司的财务状况 是否健康 这个资金流 是否负债 是不是很大 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这叫做专业资格审查 好 简单来说就是经历 人员 方案和财务 怎么来进呢 用一个小口诀来进就可以了 叫利人房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招标人对投标人的审查 有一点点像在 这个相亲市场上 美女对你的审查 就是要摆在台面上 来看一看 你的工作啊 你的这个财务状况啊 房产状况啊 就叫利人房产 这样就好记住了 都叫做审查 只是从不同的专业 一个审查你的人 一个审查这个企业 利 经历 人 人员 方案 产 就是财产 或者财务 这样就把它记住了 就是专业资格审查的重点 好 大写二 招标投标项目的分类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些 英文的手字母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种点 他可以怎么考 他说第一个 叫项目总承包 即设计采购 施工EPC 交钥匙总承包 好 叫EPC 也叫交钥匙总承包 这个EPC啊 它是英文手字母 一 就是engineering engineering 设计 有个人说设计不是design吗 这个是偏于工程设计 engineer 就是工程的意思 engineering设计 P procurement 采购 c construction 施工 好 这是EPC英文的手字母 不要求大家掌握这个英文啊 你就知道 EPC是设计采购施工的简称就可以了 也叫交钥匙总承包 对业主来说省心省力 就相当于现在这个金装交付 连软装都给你做好了 你直接给你钥匙就可以住进去了 对业主来说也是省心省力 全部都不用管 设计由我们来 采购东西由我们来 施工由我们来 业主都不用管 它的这个优缺点呢 也比较明显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利润很高 利润很高 但是对你的资质要求很高 你既要懂设计 要懂这个相应的施工 好 对业主来说省心省力 业主的这个花费会比较高一点 但实际上它在我们国内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国内大部分还是设计院出图纸 采购业主自己买 他帮你吃回扣 然后施工的话 我们干活干活还分到各种专业 你做管道的你就做管道 你做电器的做电器 业主来分别进行发包 这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相对来说 这是我们应该进化版 渐渐的如果规范了 就可以往EPC来走 对你的资质要求高 但是你的利润率也比较高 好 你像这个可以怎么来考 我们2011年考过一次 他就问你 我们是EPC 请问我们施工大会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好 好那同学就给翻译了一遍 他说EPC嘛 我们负责设计采购施工 如果是一个五分的题 你顶多拿两到三分 怎么丢分的 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第二章我们说很容易丢分 EPC建设交钥匙 业主什么都不管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承包商 就是我们承担一全部设计 关键词全部设计 也就是说包含土建的设计 包括这种楼的设计 还有其中管线的设计 全部是我们来做 全部设计 第二采购 什么采购 设备及材料的采购 就一针一线 业主都不管 都是我们 包括设备的 包括材料的 全部我们来采购 第三施工 什么施工 包括土建计安装的 房子是我们盖 基础是我们做 楼也是我们 搭起来之后 中间的各种电器 都是我们来负责 所以包括图件的 包括安装的 然后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 既然交钥匙 你要给它的是一个成品 对不对 第四还负责试运转 由我们来负责 第五最后试生产 直至达产达标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说第二张 丢分容易的很 给你一个EPC 你以为翻译一下 实际就可能就拿到两分 设计全部设计 采购 设备和材料采购 施工 图件级安装 实工 最后还没有完 还有试运转 实生产 直达产达标 好 这叫做EPC 那后面呢 你就好理解了 比如说PC 那么就负责采购和施工了 C 那么就光是施工了 对吧 EP 那就是负责设计和采购了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曾经考过的 直接问答 另外一种考法 这样来考 他说 背景中第一句话 我们采用的是EPC施工 接下来他说 采购的设备出现了问题 请问能不能索赔 图纸出现了问题 能不能索赔 答案是不能索赔 因为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来负责 所以你得知道什么叫EPC 你才能做对后面的这个题目 这是我们讲到的 他可能的一些考法 这叫EPC 交钥匙总承包 然后第二 EP 刚刚是不是给大家翻译过了 那就是设计和采购 那这个在我们国内就更少见了 就是因为 我们主要是负责这个施工的 设计 设计院设计 然后采购业主自己来买 所以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承包商承担工程的设计 以及设备采购 大部分业主把材料采购 另行委托 以及现场安装的技术指导 并承担投产运行后 设计和设备质量的责任 然后第三 设计施工总承包 这里边怎么又是DB呢 别的英文 D就是design B就是build build就是该房这个 所以这个build呢 主要设计的是图建 build建造嘛 因此承包商承担工程的设计 以及图建安装施工 你看英文的一个小差别对吧 并承担 投产运行后 设计指标的实现 以及施工质量的责任 从中文的角度来说 可能就没有那么严谨 我们讲设计施工总承包 这个施工你就容易误会成 我们安装部分 但实际上它这个指的是图建的 这个安装的施工 好 然后第四 采购及施工总承包 承包商承担设备 及材料的采购 图建安装施工至 无复合试运转 并承担投量运行后 设备质量 以及施工质量的责任 第五 施工总承包 GC 承包商承担 图建 即安装 就防止是我们盖 设备是我们来安装 施工直至 无复合试运转结束 好 这是不同的这种分类方式 就我们讲 你得知道中文 也得知道英文 它表达方式 然后之后再问你责任 接定的时候 你就能够判断了 然后大写三 开标与评标管理的要求 又是我们法规的 招投标的这些内容 花大一 开标 第一 开标因公开进行 开标时间应该与提交投标文件 截止时间相同 就是开标的时间和截止的时间 必须一分都不差 差一分钟都不行 避免按键操作 你截止的时候 当场就开标 开标地点应该为招标文件中 预先确定的地点 若有变化 应提前告知投标人 这些也都很好理解 然后复大二 评标定标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些数据 我们一件考过 二件考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个点太简单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评标委员会的组成 一般由招标人代表 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其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 这句话里边就可以挖坑了 首先我们说招标人代表 可不可以是评标委员会 当然可以 但是你不能全部都是招标人代表 你全是招标人代表 那就不叫招标了 那不就是直接采购了吗 对吧 其次必须得有专家 专家还得是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 你像这种他就说 我们只有技术专家 其中五个人里边 有几个人是技术专家 几个人是招标人代表 没有提到经济的 也是不对的 所以技术的得有 经济的也得有 再次得是五人以上 单数 还有同学讲 那老师没有写五人级以上 那就是不含五人了 含的含五人 那就是五七九十一 对吧 为什么是单数呢 有效的避免评票 因为偶数的话非常容易评票 五人以上的单数 避免评票 所以在这边挖坑的 代表可不可以 可以 专家可不可以 专家必须得是技术和经济的 然后五人以上单数 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 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这个我们也是考过 二件的一次案例题 这个也很简单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小的数学题 那我问大家 五个总数 专家应该是几个 应该是几个 很多同学就会说 三个 就不对 应该是多少 你算一下 五乘以三分之二 应该答案是三点三三三 但是人没有小数点的 对吧 你得取整 所以是四人 二件就问你 他说我们五人总数 专家三人 对不对 这个我们讲课反复强调 那肯定不对 肯定是四人 但是很多同学就没有注意 四人 一定要注意 其次 七人总数 专家是几个 专家是 就不考验大家的数学了 直接记住结论 七个人是五 九 九乘以三分之二 刚好等于六 可不可以等于 可以 因为他说不少于 不少于就是大于等于 可以等于 是六 所以你就记住了 五七九 对应四五六 四五六 十一人呢 还不是七 十一人就是八了 所以你直接记住结论就可以了 五七九 对应四五六 好 这是专家的人数 专家由招标人 从从这个招标代理机构的专家库 或国家 省 直辖市人民政府提供的专家名册中 随机抽取 随机 专家可以是高校的一些教授 老师 也可以是一些国企 央企 相应的这个技术总工 都可以随机的 你进入这个专家库 就可以随机抽取 特殊招标项目 可以由招标人直接确定 关键词就是特殊的 特殊的才可以直接 要简单就是关于一些数 五人以上单数 以及专家不少于三分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历年考过的一些真题 和我们编的模拟题 一年问 A公司重标的工程项目 包含哪些什么内容 因为答案是EPC 背景第一句话EPC 你不能写设计采购采购施工 全部设计采购 设备及材料的采购 施工 土建 及相应的安装的施工 但是你还没有完到后面 试运转施生产 直达产达标 这样的话五分才拿到 所以这五分还是不好拿的 容易漏大 15年问的 基电 A公司审查分包单位 专业资格 包括哪些内容 问的是专业资格的审查 我们叫利人房产 对吧 施工经理人员状况 方方案 施工方案产 就是财务状况 这样就也是很好记 你看小口诀就用上了 模拟题 该基电工程 可否采用邀请招标方式 说明你有 不可以 这不就二件例道题吗 邀请 是不是 我们讲到的 这个技术复杂 技术复杂还不够 自然条件限制还不够 且只有少量 钱在投标人 才可以的 还有这些 费用金额占比过高的 以及我们说 不适宜公开招标 但是还有一个且字 政府批准的 所以这样才能够邀请招标 要搞清楚 它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 而不是说随便就可以 进行邀请招标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像这种题怎么考 所以我们说 讲了知识点 还得告诉大家考法 否则你在考场上 也认不出它来 识别不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考点 施工招标条件与程序 这个就没有考过 一星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给大家罗列了 就是可以考到的一些点 好 我们看大写三 招标过程与程序 第二个 招标程序中 扩三 其他程序和要求 中间也是有数据 我们法规学过的 半括二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 进行必要的修改补移 澄清 以及对投标人答疑时提出的 涉及招标内容变化的 应该在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至少15日前 第一个 时间至少15日 你不能说明天就要截止了 你跟他说我要改 那人家没有时间编这个标书啊 至少15天 你要给人家编标书 修改的这个时间 第二 以书面形式 关键词书面 口头不可以 第三 通知所有招标文件 收受人 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 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从逻辑的角度来说 这个也是且的关系 时间 至少15日 且以书面形式 且通知所有的招标文件 收受人 好 同样的 这个也是我们二件 17年还是19年考的 二件的一个案例 还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3月20号截止投标 然后在3月10号的时候 向AB两家有1亿的单位 做出了修改澄清 问你对不对 让你找错 这个就比较好找了 首先时间是不对的 为什么 已经不够15天了 不够怎么办 顺严 时间顺严 其次 人数也不对 应该是所有的招标文件 收受人 而不是只有AB两家 提出1亿的 你看这种题 这就为什么 我说在二件考 不在一件考 因为他太好拿分了 这样一下子五分 你就拿到了 所以放在法规 考的比较多一点 这是招投标 时间修改的这个要求 15天 书面 以及所有 第三 废标及其确认 同样的也是 二件考过很多次了 一件还没有怎么考过 我们看一下废标 有下列六种情况的 我们叫评标委员会 应当否决起投标 好 来看一下 像这种 如果考的 他怎么考呢 他也不是硬考 让你把六种情况写下来 他会问背景中 A单位的 B单位的 C单位的 他们这些投标 是否有效 这是一种问法 另外一种问法 问你 此次招标是否有效 比如说他来了 ABCDE五家单位 A有没有盖章了 B有没有签字了 C有处理一点问题了 资质又不达标了 最后你一算 不够三家了 那此次招标就无效了 就留标了 所以这是一种考法 就是可以单独问你 也可以凑起来几家 然后让你算 还有没有凑够三家有效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投标文件 没有对招标文件的 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做出响应 没有实质性要求 那就属于 废标 否决其投标 那哪些算实际要求呢 你比如说工期 质量 报价格式都算 人家要求半年的工期 你报出一年来 废标对吧 人家的指南要求 你没有达标 或者你 报价没有按照 人家的格式来进行 都属于 这个没有实质性响应 第二 投标文件中 部分内容需要经过 投标单位盖章 和单位负责人签字的 而未按要求完成 以及投标文件 未按要求密封的 这段话里边 有三个关键词 就是盖章签字和密封 缺一不可 盖章签字密封 所以 经常有读问 老师盖 签章签章什么意思 签章就是签字 并盖章的意思 要进行相应的 盖章签字密封 所以编标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要密封的地方 要盖章 每页要盖章 而且要盖这个棋缝章 盖这个棋缝章 避免有增减 中间的这个页码 还有修改 这样你一下就能看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 中间有缺几个 没有盖章的 一下废标了 这个因为细节 因小失大 所以一定要注意 盖章签字和密封 这些细节的问题 好 第三 弄虚作假 传统投标行贿 等违法行为 违法了 那肯定是废标了 第四 低于成本报价 或高于招标文件 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这个报价也是一个技巧 就是不能过低 也不能过高 要在一个合理的 区间范围内 你报价过低 低于成本了 那即便你中标 肯定要偷工减料的 你成本都合不上 更不要说转了 高于最高投标限价 业主就不予考虑了 你报价太高了 所以要在一个 合理的区间范围内 第五 投标人不符合国家 或者招标文件 规定的资格条件 就我们讲 以前叫一二三级 现在就是假一级 你要有相应的 这个资格条件 我们对 企业的资质的 一个要求 还有就是 相应的一件二件 人员的 这个个数的要求 第六 同意投标人 提交两个以上 不同的投标文件 或者投标报价 但招标文件 要求提交 备选投标的除外 一个投标人 报出了两个报价 或者有两个投标文件 你在这后面 再加一句话 这句话才是完整的 并且 并且 未声明哪一份有效 这句话才是完整的 你报了两个 并且 未声明哪一份有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采用了 投标前突然降价 我突然降价了 我就会产生两个报价 但是 我声明了后一份有效 对不对 也不是非标 所以你要搞清楚 并且未声明哪一份有效 人家就不知道 你按哪个来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讲的六种 废标的情况 都是比较好理解的 我们说不会这样硬考 会让你判断 ABCD这几个单位 哪个是不合格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题 关于修改和补移澄清的要求 多少天 这种题 有一点印象就能做对 对吧 15日 至少15日书面行事 通知所有的招标文件收受人 所以这要提选C 给你们法规的题目了 然后再来看案例 因为这部分没考过 我们给大家编的 你看怎么考核 第一个问题 招投标中 哪些单位的投标书属于无效标书 就我刚刚讲的 有没有签字 有没有盖章 有没有实质上响应 有没有违法 报价是否合理 他的资质是否达标 还有就是有没有出现两个报价 你看 一个一个去判断就可以了 基本上最爱考的就是签字盖章 这一类的 此次招标工作是否有效 说明理由 有没有效 你看是不是大约等于三家 如果最后淘汰完了之后 还有三家是可以的 那就还是有效的 否则就留标了 必须要重新招标了 或者问你 上述招标程序中 有哪些不妥之处 程序啊 最选考的就是 有没有专家 专家是不是经济的和技术的 然后人数是不是五人以上单数 专家有没有超过三分之二 就是考这种程序改错 所以这种招头标 基本上要考 就是考改错题居多 但是我们一件 现在改错题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我们说一二件 有难度的差异 二件大量的还是改错题 他问你这样做对不对 一件这种题已经很少了 十年前是这种题 现在都是硬问你 请问你就把它写下来 我们专业资格审查 有哪些你把它写下来 然后问你一些 液压实验 它的要求让你写下来 改错题因为它简单 说白了大家都知道改错题 十八九都是错的 然后你就把它错误的 说法改成对的就可以了 所以二件很多 一件已经很少改错题了 这也是为什么招头标 在一件考的很少 几乎不考的原因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考点 施工投标条件与程序 一星就考过两次选择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写三 投标策略 好我们来看 投标策略分为两个 一个是技术标的策略 一个是商务报价的策略 简单来解释一下 就是一个从方案 怎么去吸引业主 一个是从价格 怎么来吸引业主 那有些人说 现在不就是看价格吗 对吧 大家都在比拼 谁的报价最低了 但是我们考试 还是按考试的来 你怎么从方案上 技术上来吸引这个业主 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罗列呢 又是一个小四点 看到小四点 小五点小六点 第二章 我几乎都会让大家记一记 因为它很适合出题 也很适合判分 也适合大家背 所以看到这种 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看技术标 第一个 突出自身优势 大洋其长 密其所短 尤其在信誉业绩 施工装备 技术水平和力量 施工组织等 重点强调 关键词就是突出优势 就我刚刚讲的 鸟巢是你做的 水利方你也参与了 这就是你的背书了 有很好的这个业绩 有很好的这个优势 技术水平 装备也是很高的 第二突出工期目标 关键词 业主也是比较关心工期的 因为现在钱的贷款来的 他多一天 他这个利息就要多交 是吧 突出工期目标 在满足业主工期要求时 提出适当缩短 工期的目标和具体的措施 这个也是一个吸引力 就是工期 突出工期的 第三强调质量控制的优势 关键词质量 提出优于业主提出的质量目标 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 质量 我们说在第二章里边 非常好用的三个关键词 我们之后还会强调 就是进度安全质量 很多题你不会答 你就写进度安全质量 你像这道题 你答一个工期 就是进度 答一个质量 四个你都踩到两个了 之后我们还会再给大家讲 进度质量安全 在第二章很好用 第四 向业主提出一些 有利于降低工程造价 缩短工期 保证质量的合理化建议 以及一些优惠条件 关键词建议 所以自断化 一定要提炼 第二章一定要学会总结关键词 以及提出建议 它的采分点 你一定要在第二章 学会找这个采分点 因为第二章的采分点 没有第一章明确 不好找 优势工期质量建议 这是技术标的策略 好第二点 我们来看一下商务报价的策略 这个知识点的话 今年教材有一点删减 我们以前采用的方法有六个 现在删了一个 删了一个先亏后盈 现在只有五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采用的方法 这个知识点可以作为多选 或者是一个小的问答题来掌握 有第一 不平衡报价法 第二多方案报价法 三增加建议方案法 四投标前突然竞价法 五无利润竞标法的方式来进行报价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含义啊 先来看一下怎么进 我们讲一个小口诀 因为相比去年的教材有变化了 所以我们口诀也改了一下啊 叫无多不竞争 就是没有多余的了 没有多的了 所以我们就不去争抢了啊 不去竞争了 无利润多多方案 不不平衡报价 净突然竞价 也叫突然降价法啊 增就是增加谐音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各自的这个含义啊 其中有一些比较好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多方案报价法 增加建议方案法 如果你有一个方案 又能帮助业主省钱 又能帮他省时间 而且质量更好 是不是更有利于你中标啊 所以多方案报价 如果有更好的方案 你可以报进去 或者增加建议方案法 这些都是比较好理解的 还有投标前突然竞价法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投标的策略 你他们听到了对方的这个价格 然后呢你在不成为废标的前提下 我可以降价 以此方便自己中标 这个是非常常常用 常见的一种策略 然后这个无利润竞标法 哎有同学说无利润竞标 不就容易成为废标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无利润 和低于成本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不赚钱 但是不代表我要赔钱 所以这个度要把握好啊 就是要避免自己成为这个废标 好 然后不平衡报价法 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 不平衡报价法 其中会用到我们经济里边的这个知识 你看不平衡报价法 比如说我们接了一个项目 既包含基础施工 就是这个房子也是你盖的 厂房也是你盖的 厂房里边的设备也是你安装的 既有土建 也有安装 总的造价 假如说是一千万 好 请问土建和安装 你应该哪个报的高一点 哪个报的低一点 这个里边就会用到我们的不平衡报价法 我们总的来看 总价对一主来说是一样的 一千万 但是你不同的报价的策略 对我们来说效果是不一样的 你应该把哪个报高一点 你应该把土建报高一点 安装的相对报低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边就考虑到我们经济的 资金的时间价值 那钱我们讨论钱的时候 你要放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讨论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现在的一百块和二十年的 二十年前的一百块 它是不一样的 它购买能力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一百块能买多少大米 你二十年前能买多少大米 它时间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说二十年有点夸张了 我们就以现在这个为例 资金的时间价值 还有就是 现在很多项目的这个钱都是贷款来的 那你每天都有利息 所以我们财务上有一个概念 就是给别人的钱要慢 你收回来的钱要快 也是利用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所以我把土建报的高一点 我可以更快的收到进度款 可以更快的让资金回笼 我剩余的留的钱是比较少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关系 比较早的时候 我就把钱收到位了 比如说我一个项目三年的时间 我早早的把钱收回来 和三年之后收回来 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说用到了经济里边的资金的时间价值 以我们自己平时理财也比较好理解 我把这个钱放在自己兜里边 我拿去买这个理财通 买这些这个月宝不好吗 不香吗 对吧 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 把钱放在自己兜里边 你又是借着别人的 还有利息的 好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不平衡报价法 总的价格是一样的 对业主来说是一样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 细节上有很大的差异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商务报价的策略 无多不竞争 就是相比老教材有一些变化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商务报价和技术标 它的投标策略是不一样的 都是小四点小五点 这个你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可以作为多选 或者小的文大提来掌握 技术标主要是从技术层面出发 第一个突出自身的优势 第二突出公期目标 第三强调质量控制 其中涉及到我们的进度 公期还有质量 第四向业主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你看都是从技术的角度 而商务报价 更多的是从这个钱的角度 从资金的角度来考虑的 不平衡报价法 多方案报价法 增加建议方案法 投标前突然净价法 无利润净标法 所以不管是技术标 还是商务报价的策略 都是为了让我们 更容易能够中标 相比其他的公司 有更强的这个竞争力 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写五 电子招标投标方法 这个里边没有太多考点 就简单的一个概念 我们作为显得体来掌握 我们看电子招标投标活动 电子招标投标活动 是指以数据电文形式 依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 完成的全部或者部分 招标投标 一交易 二公共服务 三行政监督活动 因此根据它的功能 不同分为一交易平台 二公共服务平台 以及三行政监督平台 那考选择题你就知道 交易公共服务 以及行政监督 这个简单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用的最多的 肯定是交易平台 中国公开的招标投标网 有很多每天招标投标的 这个信息在上面发布 然后这个公共服务平台 和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也比较好理解 一看行政监督 跟政府有关的 政府职能部门 他要发布一些 这个招投标公告 要在上面的行政监督平台 然后接下来是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 是这两个平台的平台 就它链接了 我们的交易平台 以及行政监督平台 它叫公共服务平台 但实际上公共服务平台 和行政监督平台 发展的都不好 发展的都不好 主要还是以这个交易平台为主 这是我们讲到的电子招投标 现在基本上都是进行电子招投标 以前的话是指制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的2021年的这道题 商务报价的策略中不包括 我们可以用口诀 无多不竞争 来把它选出来 你看考了一个选择题 我们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案例题来储备 不平衡报价 有的 多方案 有的 然后无利润 竞标 有的 突出公期目标 问的是商务报价 而突出公期目标是属于什么 属于技术标的策略 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选择题的套路 就是张冠礼贷 把类似的 相似的支点混到一起 让你来做选择 所以这道题 突出公期目标 不能选 选C 好 我们来看 所以这是商务报价的策略 不平衡报价 多方案 增加建议 投标前突然竞价 以及无利润竞标法 然后这个C的话 突出公期目标 属于我们的技术标的策略 然后下一个 根据功能不同 电子招投标系统 可以分为 刚刚讲了 交易公共服务 以及行政监督 对吧 直接选 A B B 一定要注意这个市场监督 和公众监督 没有 故意作为混淆项 来迷惑大家的 ABD 好 我们看一下本节 最后的支点的总结 招投标三部分 讲了 施工招标投标的管理要求 以及招标的条件与程序 以及投标的条件与程序 其中比较重要的 还是这个管理要求 比如说我们得知道招标 里面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它的定义 然后招投标的各种分类 EPC PC EP 它的这个概念 开招标里边用到的这些时间 对吧 15日 然后这个数据 评标委员会 五人以上单数 然后专家不少 一三分证 就这些 还有招标和投标 中间你要知道 比如说废标 它的一个界定 我们说二件比较爱考 一般以改错题为主 然后投标 投标里边 我们讲的投标策略 给大家详细讲了 这个技术标和商务标 这个我也想提醒大家 就是21年不是考了选择题吗 你得特别注意 近几年考了选择题 它冷不丁的会给你改成案例 来进行考 所以这个无险不多竞争 我认为它将来还是储备的一个 案例题的一个小考点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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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